马龙江湖最后一个大佬 他用实力打破三叶代言的潜规则 雷家英350亿票房的一线明星代言18个 沈腾中国票房冠军顶流明星 没毛病吧 代言22个 你们猜有哪个运动员能达到这种级别呢 孙影沙 郑清文 这两个小姑娘呢 现在都是10个左右的代言 未来一年肯定会增加 我在原来的视频里也说过他们的情况 难道是当年的詹继克 很多 他有17个快赶上雷家英了 但是后来发生了些事情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没错 整个体育界尤且只有一个能够达到20家级别的 就是马龙 22个和沈腾一样多 而且他还有四五个国际顶级品牌的商务 正常吗 当然不正常 而这也正是这种不正常 才说明马龙到底有多牛 因为运动员的代言和明星的代言 其实完全是两马上 有些话呢 我收着的也说 很多明星代言的路子是 你签一千万 对吧 中间有四五个环节都要抽成 而且呢 还有些钱呢 是折算成推广费用的 比如说那你参加某某时装周 或者某某品牌赞助的活动 你拿个奖 对吧 换句话说 明星可能真正到手的只有200到300 如果签的是很强势的经济公司呢 到手的就更少了 具体的例子我就不多说了 其实你们稍微去看看一些活动拿奖的名单 心里就有数了 无可厚非商业社会咱们聊买卖 同意就做 不同意 你可以不做 是吧 只是有些时候粉丝 哎呀 点到为止 但是对于运动员他不是 相当的透明和直接 签一千万运动员就拿大头 你总不能说 马龙我现在签你 你下次某某电影节 我给你弄一个最佳新人 或者最佳男主 那我龙哥不得封球了吗 对吧 我龙哥要那玩呀干啥呀 我每一个奖牌都是自己用手打下来的 所以动不动就说体育运动背后的资本力量 这是有问题的啊 相对于娱乐圈 体育圈 尤其只有一个强力渠道 实力 菜就是圆圈 这也就造成了一旦品牌选单元了 他更多的愿意选择明星 而不是运动员 毕竟明星那条利益链上的人 吃得着肉的人很多 但是呢运动员那条线上就没有 如果你是某广告公司的 你会推谁呀 对吧 推马龙 他没有回扣啊 但是推某某小鲜肉 你可以拿个10%的回扣呀 是吧 啥还能拿回扣 哪个广告他没有呢 那为啥运动员他不会给呢 因为运动员是稀缺的 而且他走的路也是不一样的 明星的替态性非常的大 三五年就换一波一线流量 对吧 挺有意思的 你想想 十年前看国拼 马龙 五年前再看 哟 还是马龙 现在看 哎呀 我龙哥还在呢 他真的是用实力 把所有的人都打走了 熬走了 那这个三叶价值的市场上 他的稀缺性 也就变成了危险了 所以看一个运动员 真的不能只看三年五年 其实你去看看马龙的代言 你还能发现几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不光有像红双鞋 李明啊 这些体育的基本盘 还有像伊利啊 双绘啊 这样贴地气的消费品 甚至还有化妆品 后来呀 奢侈品 这但凡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三类品牌 针对的人群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嘛 竟然都选择了马龙做代言 神奇不 很神奇 好 我知道有人说 苏黎你就再扯吧 只要能气 管什么品牌 他都愿意选择 哎妈呀 咱要不要看看 沈腾的代言呢 嗯 他的能气 完全不用说吧 22个代言 大部分全部都是贴地气的 大众消费品 或者大众服务 竟然没有一个国际品牌 你敢信 你猜这是为啥呢 真的是因为说 他的粉丝当中 就没有人能消费得起 这个吗 毛线哦 沈腾的粉丝当中 很多30岁40岁的中产 好不好 那没有人去找他的原因 更多的 这是背后的经济公司 以及他们的那一条 产业链的利益关联 他并没有打通这条线 这个呢 以后有机会说 那马龙呢 他拥有的经济资源 说白了 在国内运动员里面 绝对的顶级 大家可以看几个 劳力士 劳力士呢 其实过去几十年 很少在中国 去找运动员做代言 除了马龙 还有这一个 嗯 郑清文 是吧 还有麦当劳 这个呢 特别喜欢找运动员做代言 而且还乐中于体育营销 但是在中国市场 此前就没有找过 国球的代表 直到马龙 而郑清文好像也代言了 嗯 仅仅是巧合吗 还记得我说过 郑清文背后的经济公司 IMG吗 全球最大的经济公司 然后我又发现 两者的合作关系 那可是太紧密了 IMG和麦当劳 对吧 你说这背后 没有经济公司的力量吗 要说没有 麦当劳这么大众的消费品 应该找粉丝覆盖范围 更广的运动员吧 但是周关宇呢 我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一位F1的车手 来评论去说说 有多少人是第一次听说他的 当然也可能是巧合 正好麦当劳啊 劳力士啊 哎就非要签马龙呢 是吧 那好吧 那我们再看看 鄂尔多斯在前段时间 刚刚签下了退役多年的 李娜 而李娜背后的公司 又是IMG 马龙也签了鄂尔多斯 很巧吗 不巧是吧 因为马龙和他们 有着很深的联系 这个在我原来的视频里 也说过了 这家公司 一样是IMG 当时呢 就和国拼那群大佬 建立了很深的联系了 有些时候啊 资源和人脉 不一定非要摆在台面上 对吧 你看看 苏炳天背后的经济公司 其中也和IMG 有着很深的联系 当然不要一说 就动不动资本 商业社会 咱们聊的是 合理的双赢 是吧 有些明星的被公司主导 生死和资源 但是到了马龙 这里就很明显 彼此成为助力 而且再说了 都已经是江湖大佬了 怎么着你还要给大佬 配一个没啥能力的 商业团队吗 不合适吧 对不对 其实简单的说 马龙现在是中国运动员里面 少有可以横跨国内和国际 两条品牌 商业线的人 这就是大佬的牌面 哪个大佬没有商业价值 这年头还好意思称自己为大佬吗 当然了 在中国要成为大佬 你还需要一个条件 杀战役 别急 我们明天的视频继续 好了 都看到这了 来用你们发财的小手点点赞 如果你也喜欢这类视频 可以关注一下 这位研究的财经博主 梳理